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是用GEMOBI上手統計學第九章假設檢定的導讀 那這一章呢是所有的基本統計裡面 算是學習中的最重要的一個 一個門檻 那在這裡呢 我同樣也是 延續上一個前一章單元的方式呢 建議同學呢 先從本章小節這裡開始來看一下 先看一下這一章的一些架構 那我也有在 在幾個小節的 後面加了一些我的 我所注視的建議的閱讀方 閱讀技巧 那在這裡呢 在這一張呢 原作者他是有虛構一個 ESP的研究案例 就是在 假設的層次 這個單元 第一個單元開始 來做介紹 然後由此 來 說明 說明 什麼是研究假設跟統計假設 以及 虛無假設和對立假設 那再由 再由此 來 去說明 假設檢定 決策 的 新一 與新二 錯誤率 那這個 最重要 那麼主要 同學 透過閱讀這兩章呢 先建立一個觀念 就是假設檢定 主要是一個 幫助我們 從 資料 從 手上的資料 對 未知 或者是要推測的 一個方向呢 做 決策的一種 工具 那任何做 任何決策呢 都會 有犯錯的 可能性 那 我們能 能夠做的就是把這犯錯的 可能性呢 把它給降到最 最低 讓我們的 決策 的正確性 盡可能的 提升 這是 在使用上要注意的 那為了幫助 同學們呢 了解如何使用 所以 原作者的 示範檔案庫中呢 有 有 有設計的 一個 一個範例檔案 也就是 在這一張所 也是這一張 所示範的 二項分布 檢定 那建議同學 在你讀完了 剛剛所 介紹的 前兩小 第九章 第1與第2小節呢 就開啟 這個檔案 檔案 來 來看看 那這個檔案呢 他就是在 他 他就是在 示範檔案資料庫 Binomial test 的 這一 這一張 那這一個 部分呢 原本來是 他已經有 做了一個 雙 雙測 檢定的 一個示範 示範表 那我配合 接下來幾張 有在電子書 中的 一些 圖示呢 所以 我是建議 同學 你在要繼續 閱讀 或者是 進行 有 有 老師給你的 作業之前 你可以先 在你的 檔案裡先確定 有這個 Distribution Ecution 這個模組 那這樣呢 能夠幫助你 去 能夠幫 幫助你去了 了解 像這樣的一個 假設檢定呢 他這個表格之內 的 數字 數值呢 都是分別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還有 還有就是 理解在 選單中的 這個的這些選項 他 勾選出來 所討出來的數字 到底是什麼 意義 那麼 那麼 我就假設 同學 如果你可以跟著呢 打開這檔案 並且 能夠製造出 能夠 能夠有 這個Distribution Ecution 你可以現在 像我 這樣 像我這樣子 先製造出一個 代表 這個 範例題中 虛無假設的 一個 二項分佈的 機率圖 那麼這個圖呢 就是 相當於 電子教科書 的 在虛無假設 在介紹這個題 在介紹這個題目中的 虛無假設的 一個取樣分佈的 一個取樣分佈的 機率分佈 分佈 就是圖9.1的這個樣 這個樣 樣子 那 那麼 如果你能夠做到這裡的話 你可以再去 再配合 GEMOVI的 辦 GEMOVI的 操作呢 與電子書 這個部分的 與電子書這個部分的內 內容呢 來去做一個 對照 好 像這樣子 我現在用切換鏡頭的方式 讓同學 來模擬一下 同學呢 你可以怎麼 搭配電子書與 GEMOVI的操作 來閱讀 這個部分 好 那這讓 這相信呢 除了說 讓你再重新去 複習一下前面 第七章機率 導論裡面所介紹的 機率函數之外呢 你這裡也可以開始 知道 怎麼樣 把前面所學的 用到 用到這個 這個 假設檢定 了解假設檢定是怎麼樣運作的 一個 一個 部分 這邊 就這裡 好那 那麼再繼續下 再繼續下去呢 我們就可以 從這 從 透過 閱讀電子書 以及 GEMOVI 的操作呢 那 你就可以 那麼你就可以 慢慢的 去 知道 知道說 為什麼 有這樣 為什麼在 在 為 為何就是 在 這樣子的 一個雙側 檢定呢 他是這樣的結果 如果今天我改成 是用單側 檢定的話 為什麼 P 為什麼這個 Counter值 不會變 但是P值 會有一些 改變 那我就 讓 我自己會去設計 一些問題 讓同 讓同學呢 自行 去做 探 探索 那接著呢 這本 那接著呢 在 在 這 在接下來的單 單元 就是 會說說明 如何 理解 這個 P P值 要怎麼去解讀 這個 P值 P值 以及 假設檢定 怎麼樣做報告 還有 用 Dramovi 實作假設檢定 也許 值 那我建議同學 這幾張呢 要好好的 自行 的 閱讀 因為 這個在後面的 後面下一個部分的 統計方法 雖然我們會介紹這麼多 統計方法 不過呢 每一張的編排 其實架構 就是 從這一張 這裡 按照這樣的 一個 一個 路徑 這樣子 安排 下來的 那最後一個 單 那最後呢 在 在 在這裡呢 這是這本書裡面會 唯一會談到 效果量 樣本量 還有 考驗力 的 一個 地方 那 只有 那麼在 在 那麼 在 這本 那麼我是建議 同學呢 也可以 配合 也配合 這裡的 考驗力的 考驗力的 幾個 幾張 幾張 幾個 範例講解呢 你 自行 使用 使用這個 GEMOV的 模 GEMOV的模 模模組 去繪製出 對應的 考驗力 還有了解 考驗力跟效果量 還有樣本 數 的 關係 好 那這是第九章的 導譜 希望同學 學習 順利 小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